一剛開始是從釣魚開始的 然後那個時候快30歲了 就是女朋友會跑了 婚也結不成了 然後鄰居就帶我說 那我們去海邊釣魚 後來慢慢釣魚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跟人家聊天 然後我釣的魚種 好像跟日本的有重疊 然後產生興趣以後就是 下了班就去海邊 釣完魚就去基隆那個看媽店魚 是怎麼買魚 我來練習 然後因為沒辦法拜師了 年紀大了 我常常跑去別人的廚房 看人家怎麼做菜 然後東西做出來以後 就給附近的師傅吃吃看 得到好吃這兩個字的時候 興趣就有點濃厚 然後就開始好像發瘋似的 就鑽眼 然後剛好在高雄 有一個日本料理師傅 他講到這本書 他說如果有興趣的入門者 不妨從這一本先開始 那我想說拿買來看 去成名挑書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集是寫 難得親手做魚乾 那拆開 一看做夜乾 所以從這一本開始 就開始全部的 魚鵝三代目全部都買回來看 然後他這本書最厲害的是 他連學名都有 所以裡面的魚我差不多 除了北海道那一頭的 比較南方的魚 在台灣都找到了 就裡面介紹好幾種 比較稀奇的魚 其實台灣都有 就是這個東西如果我沒看過 我沒有親眼看到 我不能拿回店裡 這變成一個習慣 我到現在連菜也都還是自己去買 就是已經一個習慣 就是我要把 我要煮菜的食材 我是親手 摸過或是眼睛看過 我才安心